在星期日舉行的烏克蘭國會選舉當中 據初期投票站出口民調顯示 阿魯科為其總統的執政黨地區黨最少得票28% 佔據領先為之 投票結束之後對選民的調查結果顯示 被監禁的反對派領袖桂莫辛科的反對派聯盟 獲得大約24%的選票位居第二 目前還不清楚這兩個主要政黨 將分別在共有450個議席的國會當中獲得多少議席 烏克蘭的一院制國會的一半議席 按照各政黨得票比例分配 各個選區以個人名義參選的候選人 爭奪其餘225個議席 阿魯科為其地區黨希望保持對處於分裂狀態的 新西方反對派聯盟的優勢 繼續佔據國會的多數地位 來自一位